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洋葱的新吃法 做法简单快速,保证全家人都爱吃 首先准备一个从我家树上刚栽来的洋葱 将它切成洋葱圈 我们把大的洋葱圈留着备用 将小的切成小丁 再切上点胡萝卜丁,小葱花 把这些配菜全部装入大碗中 再倒入两个打散的鸡蛋液 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盐,鸡精,十三香 搅拌成像这样浓稠的面糊就可以了 亲爱的家人们 还得麻烦您帮忙点亮上方的小红心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顺便点个加号 这样方便您查找教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电饼铛预热刷油 放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圈 在每个洋葱圈里面填满我们调好的菜糊 在表面淋上一层食用油 锁住水费 开小火慢烙 一面烙熟 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熟透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洋葱你像我这样做成早餐 做法简单快速 而且又好看 保证你家孩子爱吃 早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做吧 关注我 明天继续教你做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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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